第八十一章 笔蒙第一勇士 桑托斯有些惊讶地看了叶音竹一眼 但他显然没将叶音竹和子看在眼中 就算眼前这两个人都是九级魔兽所画 他也毫不在乎 黄金笔蒙是九级尚未魔兽 而他桑托斯更是黄金笔蒙中第一高手 雷神之锤要塞中笔蒙巨兽统领 在整个雷神部落里 他的地位仅次于古地 即使是在极北荒原的兽人世界中 他那赫赫威名也是任何兽人都知道的 当初 桑托斯曾经凭借一己之力 毁灭过两条九级巨龙 他的力量远远凌驾于其他黄金笔蒙之上 甚至有很多人说过 桑托斯是最有可能进化成十级魔兽的强大存在 我问你们的话 你们没听见吗? 一股强悍的威压 以直线形式朝着夜阴烛和紫的方向压迫过来 与普通黄金笔蒙相比 这种将气势凝结在一个方向的能力 连现在的紫也无法拥有 巨大的压力令夜阴烛气息一致 肩头略微晃动了一下 两道温和的气息顺着双臂流入体内 才令他从威压中挣脱出来 金甲禁虫的气息 足以抵御任何九级魔兽带来的压力 这一次桑托斯是真的惊讶了 在自己释放出的压力面前 那个紫发男子甚至连表情都没有任何变化 而另一个刚刚赶回来的人类虽然晃动了一下 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似乎自己的威压对他们一点作用都没有产生 警惕感充斥全身 桑托斯下意识地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大哥 你不认识我了 紫抬起头 看向桑托斯 平静地说道 听到大哥这个称呼 不仅是桑托斯愣了一下 连夜阴烛也惊讶莫名 桑托斯吃惊地看着紫 你 你是 紫淡淡地道 十几年前 有一个黄金笔蒙的男孩 带着他的弟弟在兽神面前发誓 我 桑托斯 有生之年将永远保护弟弟的安全 即使他没有一丝力量 他也永远是我最亲爱的兄弟 胆敢伤害他的敌人 我就用我的双手把敌人撕成碎片 说到这里 紫的双眼突然亮了起来 从他的眼眸中 夜阴烛分明看到了晶莹的东西 你 你狮子 桑托斯嘀吼一声 金光一闪 他那庞大的身形竟然瞬间幻化成人形 变成了一名身材魁梦 有着金色短发的壮汉 同样是刀削斧凿一般的面袍 恐怖的压力依旧没有随着他变换成人形而减退 他那双金光闪烁的眼眸中充满了惊疑不定的神色 紫那平静的声音中已经多了几分颤抖 有一个比蒙孩子 小时候他没有力量 在所有族人眼中 他都只是一个废物 别的孩子越长大身体都会变得越强悍 而他却随着年纪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人类小孩 他没有力量 但却从没有人敢欺负他 因为他有一个哥哥 一个伟大而强悍的哥哥 谁胆敢欺负他 他的哥哥就会将对方打跑 他的哥哥就像守护神一样 永远挡在他面前 替他挡住所有的危险 泪水顺着子弟面旁不受控制地流淌而下 他看着桑托斯的双眼分明已经变得朦胧了 桑托斯怒吼一声 朕的旁边地实质建筑一阵瑟瑟发抖 子 你真的是我的弟弟 子 猛的 一个剑步 桑托斯窜到了子面前 他那两只比前子更加坚实的大手猛地抓住 子的双肩 头上那如同尖针一般的金色短发 根根树立 金黄色的双眼已经变得血红 大哥 子大吼一声 猛地张开双臂 不但震开了桑托斯的双手 也同时将他紧紧地搂住 叶音竹站在一旁 他怎么也没想到 子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亲人 从子的话语中 他就能明白当初子的这位大哥对他是什么样 他发自内心地替子感到高兴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先回去再说吧 这次极北荒原之旅已经让叶音竹学会了冷静 桑托斯抬起头 眼中胸光闪过 看着叶音竹道 你是谁 子松开搂着兄长的双臂 大哥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音竹说得对 先到我那里再说 桑托斯眉头微皱 到了自己家地地方 干什么还躲躲闪闪的 有我在 这雷神之锤要塞中 谁还能把你们如何 是不是埃托奥那混蛋 想对你们不利 我现在就去拧断他的头 大哥 别冲动 你听我说 不是埃托奥想对我们不利 而是整个兽人族的统治者 子的声音变得有些急促 也有些冰冷 强烈的恨意 从他紫色的眼眸中闪过 桑托斯愣了一下 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既然这样 你们跟我来吧 到我那里 总比去你们那里要安全得多 子向叶音竹点了点头 两人跟着桑托斯高大的身体 在要塞中穿梭 在桑托斯的带领下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一座 巨大无比的院子之中 在这里 每一座石屋的高度 都在二十米以上 放眼望去 这片建筑的规模 竟然不在雷神商会之下 一进门 叶音竹就感觉到 众多笔蒙巨兽的气息 看来 这次是到了笔蒙巨兽 在雷神之锤要塞中的老窝了 守门的是 两只身形高大的狂暴笔蒙 眼看是桑托斯回来了 赶忙恭敬地打开大门 将三人让了进去 桑托斯带着子和叶音竹 来到院子中最大的一间石屋内 刚一把门关上 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初 我们家究竟遇到了什么 我回来的时候 古弟说你们都死了 被龙族偷袭毁灭了我们的家 父亲死了 母亲死了 你也死了 甚至连你们的身体 也已经被火化 那时候我感觉自己 要疯了一样 整整几年的时间 都沉浸在仇恨之中 可我不知道仇人是谁 我好恨 既然你没死 那爸妈是不是也还活着 他们在哪里 听着桑托斯像炮弹一般的问话 子眼中的冰冷和怨恨 变得更加强烈了 是的 古弟当然会跟你这么说 当初 他支开你 让你去参战 为的只是不想 失去你这笔猛族第一勇士而已 大哥 你现在还不明白 如果是龙族偷袭 为什么被毁的只有我们家 如果真的是龙族偷袭 古弟和他的属下 就没有一点反应吗 这一切都是古弟做的 不错 我还活着 但是 我们的父母 却真的死了 为了保护我死了 是我 连累了你们 桑托斯愣住了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子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家是笔猛一族中的名门 虽然只有我们四个 但笔猛一族中 谁不知道我桑托斯的威名 古弟为什么要这样做 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子深吸口气 双目灼灼地看向自己的大哥 因为我是子晶笔猛 桑托斯全身巨震 作为黄金笔猛中的最强者 他当然知道 子晶笔猛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 吃惊地看着自己的弟弟 子晶笔猛 那不是传说中才有的存在吗 你 你怎么会 子眼中冷光闪烁 韩生道 如果不是因为我是子晶笔猛 又怎么会给咱们家带来这样的灾难 父母就是为这而死 从小我和其他笔猛孩子不一样 并不是因为我是废物 而是因为我继承了远古流传下来的子晶血脉 桑托斯道 可是 子晶笔猛不是传说中 我们兽人族的第一神兽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古弟会要杀你 子道 是野心 他怕我的出现会动摇 他在雷神部落的地位 大哥 你太天真了 你不要忘记 子晶笔猛还有一个称呼 那就是兽黄 有哪个统治者 愿意看到一个足以威胁到自己统治的强者出现 子晶笔猛并不只是传说中的存在 几乎每隔千年都会出现一次 之所以 除了远古时期以外 就没有再出现于大陆的舞台上 就是因为我们兽人的统治者 只要一发现 子晶笔猛的出现 立刻就会将它们扼杀在幼年啊 淡淡的紫色光芒 从子身上释放出来 那是只属于子晶笔猛的气息 虽然没有威压 但那完全上位者的庞大气息 却已经向桑托斯证明了一切 桑托斯不愧是笔猛第一勇士 即使是面对子晶笔猛带来的威压 他竟然没有产生出恐惧的感觉 眼中的胸光不断闪烁着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子没有打扰他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他脸上的神色变得更加沉郁了 他现在最想知道的 就是眼前的桑托斯 还是不是小时候 那个始终守护者他 疼爱他的大哥 突然 桑托斯一把将子拉开一旁 大步朝外面走去 大哥 你干什么 子一个剑步拉住桑托斯的手臂 幸好现在的桑托斯不是本体 再加上子已经提升到 接近九级的程度 这才一把拖住神力无双的 笔蒙第一勇士 放开我 子 我要去找谷帝那混蛋算账 难怪他那次会先把我派上前线 后来又一直都对我很好 原来只是利用我 他竟然毁了我的家 害了我的父母和兄弟 我要找他算账去 说着 他用力一甩 强横如子都被他带的一个猎且 再也抓不住他 大哥 现在不能去 在桑托斯开门的一瞬间 子骤然大喝一声 属于子经笔蒙的气息 瞬间释放 强悍的神兽气息 顿时令桑托斯的狂怒为之一致 猛地转过身看向子 为什么 看着桑托斯的样子 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子晨声道 大哥 现在时机还未到 你别忘记 古地手中有雷神之锤 而他自己更是受人第一高手 你能把他怎么样 我已经失去了父母 难道你还想让我也失去唯一的哥哥吗 桑托斯愣了一下 虽然他一向自恃很高 但雷神之锤的威力 他是曾经亲眼见过的 气息顿时凝固了几分 别忘记 我是比蒙统领 所有比蒙巨兽 我们的族人 都只听从我的命令 就算古地手握雷神之锤 也不可能同时面对 包括我在内 二百位比蒙战士的围攻 子晨声道 但他还是雷神部落的酋长 就算我们能将他毁灭 你以为 我们还能活着离开这里吗 更为重要的是 一旦雷神之锤要塞中发生内乱 那么 受人维持千年的三大要塞体系 必然出现巨大的破绽 难道你想成为受人族覆灭的罪人吗 桑托斯怒吼一声 那要怎么办 难道就这么放过他 子冷声道 当然不是 大哥 你先冷静一点听我说 桑托斯重新将大门关上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在比蒙巨兽之中 他有着绝对的威严 这里产生出这么巨大的声音 却没有一只笔蒙巨兽赶来干扰 重新回到房间之内 桑托斯沉重的步伐不断在房间中走动着 不稳的气息像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 他那雄壮身体内隐藏的恐怖力量 连站在一旁的夜阴烛 也不禁暗暗心惊 当下 子将自己当初离开雷神部落后这些年的经历 简单地说了一遍 从被那个受过他们家恩惠的叔叔就走说起 叙述了如何进入人类世界 如何遇到夜阴烛 之后十年又如何在夜阴烛的帮助下 顺利提升到七级魔兽的水准 以及之后和夜阴烛签订同等本命契约 甚至包括这次前往兵圈 大战战争巨兽格拉西斯的事都详细地说了一遍 当他说到夜阴烛用自己的生命力 凭借契约拯救了自己时 桑托斯看向夜阴烛的目光明显变得柔和了许多 好兄弟 原来你这些年受了这么多苦 可是 可是大哥我却一直在雷神之锤要塞中享乐 在帮助我们的仇人震慑一切敌人 我 我真是个混蛋啊 桑托斯背吼一声 想将自己内心的悲痛释放出来 可此时却偏偏没有可以让他释放的地方 大哥不要这样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只能面对 为了兽人族 也为了我们的仇恨 我们现在都只能隐忍 你放心吧 这次我们找到了战争巨兽 并且逼他臣服 相信用不了几年 我们就能拥有与兽人三大部落抗争的实力 当我成长为真正的紫荆笔蒙时 就是我真正重临这雷神之锤要塞的一刻 桑托斯看着目光坚定的弟弟 用力地点了点头 好 紫荆笔蒙 这么说 我该称你一生子弟了 我的好弟弟 这次我就跟你一起返出要塞 我看谁敢阻拦我们 有我们这二百族人的护卫 天下大可去得 不 大哥 你不能跟我走 紫摇了摇头 道 为了今后的回归和报仇 你必须要留下来 如果你现在和我一起走了 那么 我还活着的秘密必然会暴露 那时候 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兽人三大部落的围剿 哪怕是我们能够联络上全部笔蒙巨兽 也不可能与三大部落上千万兽人抗衡啊 桑托斯有些茫然了 气怒与见到兄弟的惊喜 令他大脑陷入一片浑浊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留下来 继续当谷地的走狗吗 子 有些无奈地道 恐怕也只能这样了 大哥 你必须要忍耐 为了我们的将来而忍耐 雷神商会 身体笼罩在黑色法袍的埃莫森出现在会长密室之中 这雷神商会虽然表面上会长是埃托奥 但真正的幕后老板却是他 埃托奥 你这么急叫我来 有什么事 埃莫森冷冷地说道 埃托奥伸出右手 将那块刻金呈现在埃莫森面前 大哥 你看这是什么 啊 埃莫森嘀呼一声 从埃托奥手中取过那块充满了特殊能量气息的刻金举到自己 眼前 刻金 竟然是刻金 你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埃托奥将今天竞拍大会上发生的事简单的说了一遍 大哥 你说这块刻金会不会是当初我们从老板那里带来送给古地那一大块刻金中的一部分 你看这块刻金地切痕非常平滑 像是被利刃所断 如果真是这样地化 那今天在拍卖会上那两个人形的家伙恐怕就是抓到赤金地人 埃莫森仔细地观察着手中的刻金 邪恶的目光不断闪烁着 你说得不错 很有可能这就是那一大块刻金上的一部分 极北荒原虽然盛产各种金属 但唯独没有刻金出产 这次我们送给古地的那块刻金 相当于整个隆起努斯大陆一百年的产量 其珍贵程度根本不是用金钱所能衡量的 要不是老板拿它有大用 也不会送这么珍贵的礼物给它了 没想到却让一个小小的赤金给偷走了 如果我们能从那两个人手中得回刻金 必定是大功一件 那两个人呢 现在什么地方 埃托奥道 我已经派人去跟踪了 只要找到他们的落脚点 还怕他们跑了不成 埃莫森满意地点了点头 道 不错 这件事你办得很好 丢了那块刻金以后 最近古地的情绪极不稳定 动辄发怒 他自己的女人死在他手里 都不知道有几个了 真不知道那家伙要刻金有什么用 以兽人的冶炼技术 根本不可能用刻金制造出神器来 看他那紧张的样子 却又不像只是贪图刻金的价值那么简单 埃托奥疑惑地道 这其中难道还有什么秘密不成 埃莫森点了点头 道 很有可能 这件事我会调查的 不论怎么说 一找到今天竞拍会上那两个人的落脚处 立刻带人动手 先把他们抓回来再说 上什么行 随你决定 务必要把刻金找出来 埃托奥恭敬地道 是 不过 那两个人的实力似乎很强 今天在入场的时候 其中一个人释放出的威压 竟然连狂暴 笔蒙那样凶残的存在都压制下去 出手伤了狂暴笔蒙 可狂暴笔蒙却连还手都不敢 这种情况除了桑托斯以外 我还是第一次在别的生物身上看到 另一个也很强 瞬间秒杀猪王珠红俊那个粗鄙的家伙和他的豪猪护卫 面对我们十名皇级护卫能够凭借技巧瞬间闪过 我看 他的实力也不会差 有可能这两个人都是九级魔兽变化而成的 毕竟 赤金的实力虽然不强 但真正的力量却很强大 当初去追捕赤金的狼骑兵回来 不是说遇到了两只黄金笔蒙吗 你看这两个人会不会是另外两个部落的黄金笔蒙变化而成 埃莫森想了想断然道 这不可能 黄金笔蒙虽然能变成人类的模样 但大都高大 而且从你对这两个人类的描述来看 第一个施展威压的那个还有可能是黄金笔蒙的化身 另一个使用技巧的却肯定不是 黄金笔蒙一向以爆发力速度和强悍到极点的防御著称 什么时候会技巧了 不论如何 先抓到这两个人再说吧 找到他们的落脚处后 你亲自带黑百合小队去 就算真的是两只九级魔兽 也足以拿下他们了 听到黑百合小队这几个字 埃脱傲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他也没想到大哥居然肯让他使用这只最神秘的队伍 正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个有些惊慌的声音 会长 不好了 埃脱傲眼神一变 发生了什么事 会长大人 我们派去跟踪16号贵宾的人 全都死了 死状和那些猪人一样 一见封喉 一个活口也没有留下 那两位16号贵宾也失去了踪迹 什么 感受着一旁埃莫森森寒的目光 埃脱傲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混蛋 你们怎么办事的 大哥 我亲自去 一定找到那两个人的下落 埃莫森冷哼一声 这件事如果你办不好 别怪我不念兄弟之情 这两个人很重要 很有可能与上次失踪的那几十只笔蒙巨兽有关 你立刻去 就算翻遍要塞 也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找出来 带上黑百合小队 是 大哥 埃脱傲匆忙地答应一声 身形一闪 急速离开了房间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埃莫森怒哼一声 真是废物 要不是在这里没法使用魔法 还用得着你吗 比起课金的下落 我反倒更关心上次那几十只笔蒙巨兽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希望这一次能有答案吧 子 大哥真想守护在你身旁 终于再见到你 却又马上就要分开 大哥舍不得呀 桑托斯虎目含泪地看着子 再听了子的详细解释 和对后世的详尽安排 他终于被说服了 但好不容易才见到自己的弟弟 他真的不想再与子分开 子叹息一声 苦笑道 大哥 我何尝想和你分离 但我们必须要走 大哥 你一定不要在谷地面前露出破绽 尽可能地多收服一些我们的族人吧 如果可能的话 甚至可以将紫荆笔蒙出现的消息 告诉其他两大部落的笔蒙首领 当我们真正发动的时候 族人们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 桑托斯点了点头 道 这些我都明白 你也一定要小心 古地这个人很不简单 他不但本身实力强大 还有着最强神器雷神之锤 就算是人类世界法兰奇塔 那些老家伙都不愿意轻易招惹他 这类神之锤要塞是魔法禁地 任何魔法师在这里都将毫无作为 我听古地说过 魔法师除非超越了人类彩虹等级的限制 达到另一个境界 才有可能自己制造出魔法元素 但这种无比强大的魔法师 在法兰都未必存在 一旁半天没说话的叶音竹突然开口道 桑托斯大哥 我有个疑问 越强大的神器 就需要越强大的力量来使用 按照雷神之锤所展现出的 区域性魔法元素禁骨 以及子说过的那些威力来看 恐怕它已经不只是神器那么简单了 甚至有可能是一件超神器 但如果是超神器的话 古地也未必能够使用才对 根据您对他的认识 古地能够发挥雷神之锤多少威力 桑托斯毫不犹豫地道 全部威力 他能完全发挥出雷神之锤的效果 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毕竟我和他在一起已经有几十年了 对于他的真正实力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但是我也在无意之中 知道了一个他的秘密 叶兄弟你说得不错 雷神之锤就算不是超神器 也是接近超神器的强大存在了 想要使用 他需要耗费自身的力量无比巨大 而古地在使用雷神之锤的时候 却并不困难 有一次他醉酒后 曾经无意提起过 好像在雷神之锤要塞下 有一个什么法阵 他正是借用了这个魔法阵的力量 才能将雷神之锤的威力 完全发挥出来 也正是因为这个魔法阵 在要塞范围内的魔法禁锢 才变得如此强横 魔法阵 叶阴竹和子惊讶地对视一眼 这个消息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如果是依靠魔法阵来催动雷神之锤 首先证明的一点就是雷神之锤的强大 连古地这样子疾巴结的强者都需要借助外力 另外 如果能够破坏这个法阵的话 那么雷神之锤的威力必将减弱 甚至是消失 如果是这样 对于将来子向这里发动攻击 就变得有利多了 桑托斯道 你们先回去吧 明天一早 你们就来这里找我 哦 对了 那个生命储存宝石虽然平时用处不大 但对你们出城还是很有用的 从那块宝石地色泽和能量波动来看 至少可以装进去摆人 叶阴竹这才想起自己用课金换来的宝贝 回想到那些蓝精灵眼神中的死记 他不禁有些感叹 下意识地将那块宝石摸了出来 桑托斯大哥 这生命储存宝石究竟是怎么回事 桑托斯道 生命储存宝石 其实就是一种另类的空间戒指 但和空间戒指不一样的是 空间戒指是储存死物的 而生命储存宝石却可以储存活物 所以 虽然一般生命储存宝石中 所能储存的体积比空间戒指要小得多 还是有不少人喜欢 尤其是那些贵族们 都喜欢在生命储存宝石里面放上几个性奴 以便随时享乐 妈的 老子最看不惯就是那些酒囊饭袋 打仗不行 享乐却什么时候都忘不了 能够储存拥有生命的活物 叶音竹惊奇地看着手中 那闪烁着粉红色光韵的宝石心中一阵惊喜 难怪里面可以放那十名蓝精灵美女呢 大陆上神奇的事物果然不少 子道 大哥 那个雷神商会是怎么被批准的 今天的前两件拍卖品在人类世界中根本就不值钱 到了我们寿人的世界却能换取大量的金币 古帝难道是傻子吗 桑托斯冷哼一声 古帝才不傻 那个雷神商会的利益要分他三成的 而且他不知道从这个商会中得到了什么利益 早就下达了命令 连我们比萌巨兽都不准用武力从他们身上获得利益 否则 那些人类哪能在我们要塞中如此猖狂 听说 今天最后拍卖地那批蓝精灵女孩本来是十一个 其中最出色的一个 似乎就是送给古帝了 她得到了这么多好处 那还管贵族们的死活 那些贵族也是活该被剥削 子恨声道 这就是猪门酒肉臭 鹿有冻死兽 大哥 你刚才说 还有一个蓝精灵女孩被送给了古帝 桑托斯点了点头 道 是啊 哦 对了 今天你们是用什么东西换取地那十个蓝精灵 兄弟 难道你也喜欢这吊吊 子苦笑道 当然不是 我和阴烛有朋友是精灵族的 看到他们的族人受难 怎么能不帮上一把呢 至于换取他们的东西 是克金 克金 难道 那个上次令古帝震怒下屠杀了数千狼骑兵的赤精是被你们抓走了 叶音竹和子相识一笑 叶音竹道 不是抓 是合作 赤精已经是我们的朋友 桑托斯哈哈一笑 道 好 痛快 你们是没看到古帝痛苦成什么样子 虽然我不知道他拿那个课金干什么用 但感觉上应该是对他非常宝贵 那次没抓回赤精 不仅负责追捕的狼骑兵回来全被他给灭了 而且又派出了几乎所有狼骑兵去寻找 却一无所获 为了这件事 现在古帝还没恢复过来呢 叶音竹道 桑托斯大哥 刚才你说 还有一位蓝精灵 而且被送给了古帝 桑托斯点了点头 道 我是今天听古帝的手下说的 怎么 你们还想一网打尽 连那个蓝精灵也弄走吗 子道 救人救到底 有大哥在 我们也不怕无法离开要塞了 我想去尝试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就救出来 如果防御太严密 就只能放弃了 叶音竹点了点头 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桑托斯大哥 古帝住的地方 有多少兽族士兵 桑托斯道 机会倒是有的 古帝一向自是兽人第一强者的身份 他住的地方 甚至还没我这里大 除了他那些妻妾以外 只有不多的敬畏 其中包括我手下的四个白银笔蒙 剩余的都是一些诗人高手了 一共只有二十个左右 和你们人类的帝王是没法比的 如果小心一点的话 你们应该有机会 要不要我把白银笔蒙调回来 紫摇了摇头 道 不 这样容易对你不利 我们去看看吧 以我和阴烛的实力 就算就不出人 至少全身而退是没什么问题的 桑托斯冷笑一声 如果你们被古帝发现了 就发出信号 大不了我们和他们拼了 感受着兄长的关切 紫辰声道 大哥 除非万不得已 你一定不能轻举妄动 相信我们的实力 桑托斯道 如果遇到了雷神之锤 千万不要硬扛 那不是人力所能对抗的 紫点了点头 道 大哥 我们去了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明天凌晨 我们会来找你 麻烦你送我们出城 告别了桑托斯 紫和叶阴烛二人 重新回到了黑暗的街道上 此时已经进入了深夜 街道上的兽人 变得更加稀少了 就连巡逻队的数量 也比傍晚哪会儿 减少了很多 紫自然是知道 古地住在什么地方的 和叶阴烛 简单地商量了几句 两人悄悄地 朝着要塞的中心摸去 正像桑托斯所说的那样 古地居住的地方 还没有桑托斯住的地方大 当然 这和比蒙巨兽的体型 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米高的院墙 遮挡住一切外面的视线 只能隐约看到里面 高大的建筑 叶阴烛和紫在墙外 一个阴暗的角落中 停了下来 紫纸了纸里面 缓缓闭上双眼 淡淡的紫色气息 从她身上释放出来 缓缓飘散在夜空之中 去中心摸出西面 摸出西面 20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